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晚上的窩金地獄集的觀察資訊 那參考來源的話是這個赤天使 那這個龍科的部分是一個砲擊龍科啦 如果你有缺這個職傷龍科的話可以拿 但我覺得沒有說一定要拿的地步啦 那接下來看成就的部分是全光然後全忍跟三個以上火 可能會先試看看用心使全光忍去打吧 好啦我們先看第一關的話是富蘭克林 那血量的話他這個是兩條血 那第一條血的話手銷隨機combo這個 那如果少打一下的話 少打一下他就會打你 一定要達成指定combo他就不會對你造成攻擊 那打這個17000左右 那血量的話是2000萬 如果說用心使打的話可能就是要轉個33 洗個技能這樣 那再來的話第二條血的話是7800萬 而且打到3萬多 那這邊的話不能手消木 這個你可能就是要開個技能 炸版的啊或者是轉版的啊 或者是用疊珠的 如果你有隊伍平砍夠高的話也是可以疊珠打過去這樣子 然後血量夠撐的話也是可以慢慢打過去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看第三關是小滴 第二關是小滴 那這邊的話他是直接先把你這個負壓消除重置這樣 然後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他的血量大於30%的時候下一次 所受傷害不會死亡 但是如果你把他打到他生命力剩1的話呢 他會直接毀30%然後另外還會提升攻擊力 還有這個連擊 那另外你把他打到生命力30%以下的時候他還會鎖定場上所有符石 那每消除一粒被鎖定的符石 那全隊攻擊力會減少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盡量 我看一下一波帶走的話呢 如果因為他生命力大於30%的話 下一次傷害不會死亡嘛對不對 所以通常他生命力大於30%你打下去 就算你打超過他的血量他應該還是生命力會升1 這個時候他就會回復生命力30%一次這樣子 那這邊不知道他回血的時候會不會鎖定場上所有符石 那如果說他會鎖定的話呢 可能就是要開個炸板的齁 因為他這個或者是開個團長啊齁 整個版面還原這樣 不然的話 因為他攻擊力提升到5倍的話 這個等於是8萬了齁 16x5就8萬了嘛 那這隻血的話是1億2000萬這樣 那第三關的話是信長12條血這樣 那第一條血的話他是鎖技 永久封鎖主動技能 但是不會封鎖攻擊齁 那移動符石前衛 風化1克符石這樣 那要8combo以上才能對敵人造成傷害 如果說用星石打的話應該還OK啦 那如果說你用旅團團長去打的話 因為他那個蜘蛛那個格子有減傷嘛 所以其實應該撐個兩三下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那這邊也是可以稍微洗一下技能齁 而且血量有7000多萬 那接下來第二條血是23000的血量 那是克屬拼圖盾齁 要克制他的屬性 然後因為他是無視控制齁 所以這邊基本上就是火屬拼圖盾啦 因為他是木屬嘛 你要克制他屬性的符石來去消那個拼圖盾 齁就是火屬拼圖盾然後 不是強化 齁不是強化 那另外他受到攻擊的時候呢 呃他會反彈這樣 所以這邊最好是一波帶走啦 齁2億的血量 那接下來第四條血是窩金齁 那他這個血量是1億5000萬 然後打3萬進場CD2 那進場的話技能重置 他是技能CD還有累積戰鬥回合數重置 那如果是EP角色的話應該就不會齁 所以這邊的話 比較建議帶多一點EP角進去啊 這樣就不怕這個技能重置了 不然這個蠻麻煩的齁 然後再來的話他是 他只能受到強化符石的攻擊傷害 那他敵人發動攻擊的時候隨機兩顆風化 那這邊注意到他是CD2 但是越打次數越多的話 風化符石會越多 那他是固定CD2的齁 這邊也不能拖太久 另外風化碰到的話呢 就是扣15000點傷害 那無視減傷跟抑制 所以這邊蠻危險的齁 因為他3萬無視減傷 所以你旅團 如果說你用團長進去好了 全旅團的話可能只有2萬8左右的血量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這邊就沒辦法抹啦 因為他無視減傷 所以 如果要破3萬可能要放銅子吸 再加一隻旅團這樣子齁 所以這個蠻麻煩的 因為感覺應該窩金會做球給這一次 應該會做球給這一次的那個 呃 旅團系列齁 不過呢 因為旅團系列全部都是CD CD角不是EP角齁 所以感覺好像也沒做到球 那接下來的話是 王一齁 王一的話是先攻 然後是 先攻的話是打1萬9 然後4顆3重石化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感覺是可以磨啦 因為他也不是越攻越強 那你 你如果沒消石化的話 他防禦力提升1萬倍 大概是接近10億吧 所以 應該是10億左右 你也打不穿 打不穿的話 你只要有消8COMBO以上 就可以在這邊洗技能 感覺應該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他是無視減傷齁 這邊注意齁 無視減傷 所以一般隊伍的話應該 最多撐個兩下 所以這邊的話也不能拖太久 然後再來的話 最後一關是 這個最靠北 這個是人族強化拼圖盾 這個CDE然後人族強化拼圖 所以這個時候 像一些CO啊 或者是像 像團長啊 團長的主動技啊 這種就 出場率就會蠻高的 或者是像一灰的變身啊 其實轉人搶蠻多種的 只是如果說其他種族 主要來打這個的話 可能就要靠 一些 無視拼圖盾的龍科 就可以破這個東西了 這個人搶 第一次出現的人族強化拼圖盾 然後 只有一回合的機會齁 沒過的話 他就是 直接100%扣血 好那以上就是關於 這一次的地獄集的資訊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